如果建立在以色列里面假设你有一个大量的资料你需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比如说像类似我们 这个问题05的这个范例里面当然 你假设你要查的是业务 这个栏位的话 以往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查询一般当然就是输入某个业务姓名 你希望把这个业务姓名的自动帮你把它抠到一个新的 工作表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地方上礼拜有练习过那个像小咪 就把小咪的所有资料通通搬过来 那当然其他栏位他也是 一样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做出来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那个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当然你按下筛选之后你可以针对 某一些的栏位 那当然他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的跟资料库还蛮像的 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当然主要是针对像 如果是文字资料的话 将来在筛选这个地方会显示那个文字筛选 那如果呢假设你要找的是一个数字资料的话 那这个地方他会自动帮你显示出数字筛选 那未来还有比如说常用像是日期的话这边有日期筛选 他可以针对呢你不同的那个资料形态 可以给不同的查询的方式 那这边的话当然呢我们 大概知道一下有筛选那其实筛选里面的功能还蛮强大的 只是说呢你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VBA OK然后呢可以很快的很方便的可以 帮我把资料呢可以查出来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 上个礼拜主要讲到的 那有些程式你也许不会写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所以有录制流程呢 当然有些程式不会写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丹白板里面 我的云丹白板上面有总共 你可以先录制聚集 不过呢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可能会有问题的 其实还是 当然程式 VBA不用讲了 VBA其实要自己从头写 一定是有 可能对大部分同学来说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至少 那个Sale 他提供了一个还蛮好的功能 叫录制聚集 你不会写没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会录吧 OK 也就是说 他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一个大概的架构先做出来 不过特别注意 录制聚集 虽然已经比 重新撰写VBA还来的简单 但是呢 还是要注意很多细节 因为你只要少录一个地方 或多录了一个地方 那结果就是不一样 真的 我发现很多同学 真的 看事其实我做过来 好像都没有问题 可是同学一做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反正 大部分同学都 老师我的城市跟你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一定就不行 那就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对不对 就是一定 只要差一个地方 那就是不对 而且甚至有同学 从头到尾都照着打 但是看起来都一样 还是不行 后来我发现有个地方 他 真的是照着我城市打 但是那个像 criteria 这个后面有个 这个 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 我一直强调 这个是一个 E 那之前就有同学 他把他看成L 所以他照着打 criteria L 那一直行 他一直直觉 奇怪 从头到尾他比对过了 都没问题 后来我一看呢 直觉就觉得应该是这个地方 后来把它改成1之后的话 城市一run 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 一样是熟悉如何录制聚集 所以 往后 我们大部分的范例呢 还是 以那个 如果 比较 复杂一点流程的话 还是会先录制聚集 再来做修改 所以上个礼拜呢 基本上我们会做出一个 所谓的筛选业务 那也就是把这九个动作录下来之后 再去做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当然就只有改 这个什么呢 输入的条件 Input Box 那利用Input Box怎么样呢 可以让我们取得 那个使用者 你要查什么 那你就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那输入完之后呢 他会把输入的这个 比如说小咪 他会存到这个X里面 然后呢 再来Criteria 1 这Criteria 1指的是第1个条件 相对当然有第2个条件 Criteria 2 那你中间可以加一个联集或交集 这个上个礼拜都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啦 一定要 找机会 去实作 反正你工作里面一定会需要查询 那你只要需要查询的话 那你就利用 我们上课讲的 去做查询系统 只要你多做几次啦 这些东西 你就滚瓜烂熟了 那当然你要做 后续的变化 就会比较简单 OK其实第1个啦 还是要熟悉啦 熟的话 什么都简单了 但如果你等一下不熟的话 其实你要做很多其他变化 都会是 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发现 大部分同学还是 录制聚集不熟 所以如果你录制聚集的 经验值 还不够的话 建议啦 你反正没事上班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吧 反正上班会用到嘛 你就把它 多多累习嘛 也不会有冲突嘛 反正上班 也是 连老板的薪水嘛 而且如果你效率提高的话 像很多同学 他是因为效率提高了 所以会多出很多时间 那很多时间你总不能 也不能做自己的事情嘛 那你就是吧 利用 上班的时间 你也可以 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嘛 那你不就把上课 讲的东西 练习一下 这个老板应该不会去管你 到底你是不是 在做什么啦 其实 那相对的这也是正向循环 因为我看到还蛮多例子是 因为他学的更多 相对的他的工作效率更好 所以他会有更多的时间 OK那相对的他就 不太需要 加班啦 或者是什么 OK那当然会多很多时间出来 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 有这种正向 我听到很多啦 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工作起来越来越惬意 而且 有多余制的时间 又可以再充电嘛 这算是比较好的方式 OK所以这里的话呢 上个礼拜讲的 最后当然 我们可以把 这还有一些 可能遇到的状况啊 可能像按钮会变形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稍微改一下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这个按钮会变形 好像只有在 2010 以前的版本 2013 以后的版本啊 你即便没有设定这个哦 他的按钮也不会变形 OK我 后来我试了在新的版本 没有这个问题 OK那 再来的话其他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做出筛选业务 然后呢 再做出什么呢 房呆 那房呆的话意思是说因为 可能你输入的时候 假如小咪已经存在 那如果你再输入一个小咪的话 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那个 这个城市发生错误 所以 我们可以房呆的时候 那输入小咪的时候 这边已经存在 他会先把它删掉 再产生一个新的小咪 OK 另外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查询的时候呢 假如说呢 没有输入的话 那我按确定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跳 他会跳个警告说 请你一定要输入一个业务姓名 否则无法查询 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后来好像要改一个就是 可以让城市回头 为什么因为 他按确定之后如果跳离的话 我们本来是写直接 It is sub 可是好像这样逻辑不对 再按一下 才能够再输入 所以要怎么样让城市 跳回去 OK所以这个地方 要多讲一个如何让 你的VBA城市能够回头 我这个好像没加上去 如果你要加的话 这个我想你参考一下 上个礼拜的东西 就是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输入那个什么 一个 一个 一个标签吧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可以在这个 这个地方加一个 RE帽号 切一下 RE帽号 这个指的是一个标签 有个帽号 你在这边的话呢 就不是 Go to Is it sub 而是什么 而是把它改成叫 Go to 把它跳到哪里 跳到RE OK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 跳一个警告讯息之后 接下来的 跳回到这边 他又跳到这边 Input Box 所以如果我试一下 这个当然 这上一半有提到 按确定 然后他会跳个警告 本来是跳离嘛 那我把它改一下 变Go to RE 跳回去 按确定 你会发现他又继续跳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如果 他没有输入任何东西的话 就是会一直让他跳 所以他按确定 还是警告 有没有 除非怎么样 除非他一定要 怎么样 输入一个 我随便输入一个资料 没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查无资料的话 也不能够 让他能够增加 所以这边的话 查无资料 那查无资料的话呢 就怎么样 不需要帮他新增一个 工作表 要帮他恢复 所以房贷的话 会有三个 另外还有筛选业务跟 其他的产品产业别啦 产品啦 跟客户名称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 讲到的重点了 所以 先请各位 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回顾一下 然后 我们后面的话 再来就要讲有关 所谓的批次 查询 那所谓的批次 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希望 一个一个慢慢查 你希望 按个按键 把所有业务全部查完了 OK 那当然 你要怎么做 这个所谓的批次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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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